想到这里 我以侯世子眯起双眼 冷冷地随意找个理由 范府有意拉拢没有错 而这王存叶也有意归附了 此人受我恩赏 却与大臣勾结 时事可恶啊 你传我口语 调动猎天阁 将这个王存叶杀了 这王存叶既能自和博法会上回来 显示运气与骨功都是不凡呢 甚至可能有法术在身 不可大意啊 师英博兔皆用权力 命令清一阁四大党子全力出动 会和补天阁张明远 为杀死人 杀了之后 再细细观察 盗工和范家 以及境内对这事的反应 随时上报于我 耿怀中听了这命令 脸色肃木 脸皮都不动一下 是 小官遵命 十年一次和博法会 几百人上千人都杀了 杀个王存叶又算得了什么呢 倒是世子果断英明 一下子调动五个高手为杀 真真是得了衙门的真意 耿怀中接过世子口谕 出了卫侯府 自专门马厩里拉出一匹两马 翻身盒上一路策马而行 过了半个时辰就出了城门 来到城外的路口镇 路口镇通过大道 连接着水运码头 一道纵观 人行商走谷 络绎不绝 镇口前的主道上 就有一间酒铺 专为路人歇脚饮酒之用 耿怀中分身下马 进了这间酒寺 对着店家说道 给我切三斤牛肉 喂一壶酒 牛肉要新宰的 就要竹叶青 话音刚落 伙计就是医症 走过来问道 客观稍等 我这就去通知里面 这店就是京一阁的遗处分支 这说的全部都是暗号 等怀中点点头 坐一张椅子上 喝着茶水 虽自己是直视 但许多事情 还是要按照规矩来 片刻 店家已将切好的三斤牛肉 又将一壶温酒 倒在一个葫芦里 等怀中见了 问道 多少银子 连同葫芦 一共一两银子 等怀中点点头 从怀中摸出一块碎银 抛给店家 怀里揣着牛肉 腰间挂着温酒 就走了出去 分身上马 继续执行 数百米的距离 在马匹看来 本就是一瞬间的事 树西之间 已到了镇上 耿怀中翻身下马 就见到一个 带着斗笠的中年汉子 迎接上来 眼神微微眯起 扫开了一下这葫芦 走了上来 大人 请出示令牌 耿怀中 耿怀中 默默不言 抽出一个令牌 青铜所致 尚有耿怀中 专属标记 这中年汉子 见了 微微点头 说道 大人 请跟我来 由这人带领 到了一处院子 键里面很大 东腔一排就有十间 西腔一排更多 有十五间左右 都亮着灯 但寂静无声 中年人敲了一下同邦 顿时 院落各房有了动静 只是片刻都出来了 这些人奇装异服 有的鸽观薄带 脸色阴沉 有的衣着朴素 还千奇百怪 无奇不有 不过 大多数还算正常 灯怀中眼神扫视 四周朱人 手中将指示令牌高举 随上陈生说道 侍贼有令 命我前来宣愈 众人见是清一阁指使 前来宣布口谕 不敢怠慢 连忙单膝跪下 这不是贵耿怀中 而是贵的柿子 连忙硬的 说完 眼见诸人都领命 耿怀中眼神一迷 对着一个精寿汉子说道 叶承智 你放飞鸽 联络四大档子 和补天阁张明远 说完 又对一个道士说 李鸿 你给我停间房屋出来 我今晚就住在这里 等着他们 他们一来 就立刻报告我 两人沉声应试 李鸿就领着 耿怀中建了一处房间 大人 这就是新扫出来的屋子 您看 还有什么吩咐 耿怀中扫尸周围 这屋里 很是干净 一个木榻上 有着整齐叠着的被子 两只蜡烛点着 西面岸上还放着点心 微微点头说道 嗯 还不错 四大档子和张明远来了 直接来房里叫 这道士听了 沉声应试 就听耿怀中又说着 好了 你出去吧 李鸿听了 默默不言 关上门就退了出去 见猪人都走了 耿怀中寻了一处椅子坐下 从怀中掏出牛肉 又摸了摸腰间 葫芦里的酒 还带着温温的热气 一手掀开瓶三 下着牛肉 就着酒喝 不一会儿就被他吃完 擦擦嘴 倒头就睡 过了一个时辰 补天阁在此地的代表张明远 分布在魏侯郡内 不远处的四大档子 都不同时间 接到精一阁的飞鸽传信 见是世子有命 都不敢怠慢 纷纷连夜赶路 朝路口镇急迟而去 到了晚上 大雪已停 地面白茫茫的一片 夜中子时 路口镇突传了一阵 马匹奔驰的声音 一声思鸣 只见一人翻身而下 此人身材高大 足有八尺长驱 跨不下马 有种蒙苦下山 折挡不住的气势 院子外面 早有人出来接应 见了此人 都是拱手相迎 低声说着 大人 轻一哥直视已经到了 现在房屋内休息 带我去唤醒他 邓武超 冷然点头 知道此事 非比寻常 也不阻拦 将马 前进院落 自身进了堂 默默等扣着 大家知道 他的性格 并不在意 武功越是高超 性格越是 异于常人 四大档子中 邓武超 气势磅礴 沉默寡言 有着卧虎之称 秦赵 桀骜不群 行事孤僻 有孤狼之称 追民看起来 却面容忠厚 善于交谈 而冷不微 最年轻 心崛起的年轻人 曾怀中在屋中睡觉 隐隐听见 有马奔驰声 往醒来 睁开睡眼惺忠的眼睛 这时就见一个 精一哥人 过来对他拱手说着 大人 邓武超大人 已经来了 此刻在正堂 等候着你 耿怀中 微微点头 对着这人说道 啊 你去帮我 打一盆洗脸水过来 要冷水 这人原本是江湖人 不由微微恼弄 在陆林之上 也是一封好汉 没想到了这里 居然让他端洗脸水 不过 这时也值得 捏着鼻子韧 不一会儿 这人就将洗脸水 打了过来 退了出去 片刻后 清醒的耿怀忠来到正大 就见四大党子中的邓武超 以端坐等候 邓怀忠拱手微笑 对着邓武超说 邓大人 四大党子谈不上什么官职 但却是组织内最精锐的骨干 享受着九品官的待遇 很是礼遇 邓武超见他打招呼 点了头 就继续坐着 气氛就这样一下僵了下来 不过耿怀忠知道 邓武超沉与武学 有着这个性子也不在意 寻了一处椅子坐下 等着诸人 不一会儿 余下三人都已经到了 再过片刻 只听一声 我来晚了 还请各位设罪 就见得近来是一个中年人 面容俊朗戴了几丝皱纹 穿着一身黑色长袍 又有着白色的点缀 这衣服正是补天阁的教育 在场的人都是起身迎接 说着不敢 见人到齐 耿怀忠站了起来 目中寒光闪闪 直接说着 既人到齐 那就不再耽搁 奉世子之命 即刻启程 埋伏杀朕 围杀王遂业 说到这里 在场的人 眼睛都微微一动 耿怀忠双眼直直扫不住人 手掌下放 按照桌子上面 冷冰冰地说着 这件事一点不能含糊 这人背意不到 丧心病狂 已经杀了两个普查 十数个公差 你们虽有官府身份 但对你们下手 不会有丝毫迟疑 而且关系到世子布局 千万不能大意 世子说了 要师鹰伯兔 皆用全力 你们听见了 正堂中沉寂了下来 片刻后 众人应认 这五人的声音 汇聚到一起 仿佛上百人一样 今此 耿怀忠也不再执疑 对后面一招手说道 除了你们五人 还会有隔钉配合 走 无人也不言语 片刻就向外城官道而去 这是王存亿必经之路 异常厮杀 一触即发 马车平稳驶过来 车夫掀开叫脸 小心翼翼地说着 道长 请进 王存亿皱着眉 看了看 弯着腰进去 对着远一点的管家 点了点头 就说着 去小河村 道长 坐稳了 车夫连忙 鞭策马身 驱使前行 一阵冷风自街上掠过 马车上的铁环晃动着 清冷撞击的声音 传了出去 王存亿坐在马车上 望着外面苍暗天色 毛子闪着幽幽的光 心中回想着 刚才在范府的事 二公子很热情 范小姐也出来拜见 还真是个美人 但是也仅仅是这样 为什么自己 由人生出很大的不安呢 特别是现在 一阵阵心静 真是不让人心安啊 片刻就到了城门 门卫见是范府的马车 懒也没懒 就直接放行 出了城门 就有一条大道 雪停了 但雪不但不化 越是坚硬 有些化开的雪 重新冰冻 在阳光下 闪闪折射着 过了关道 就入到了深崖境内 看得见左右的庄稼和林子 王存叶眼神微眯 打亮着周围 马车嘎吱嘎吱前行着 景色不断倒退 车夫还在啰嗦着 在这里就转到小道了 泥雪多 道长 你要坐稳了 正说着 王存叶突然心中一记 不假思考 奋力一冲 拾目所致的车顶 轰得裂盖 人跃出三尺 飞掠而出 寿青的马匹 带着车夫向前冲去 几乎同时 只听扑扑之声 却是弩工射击 顿时 马车内连中数箭 车夫和马匹 都嘶叫一声 重箭跌了下去 也许是早有计划 射后同时 一声命令 就见数十人 从冰雪之中 窜身而起 朝王存叶 所在的这辆马车上铺来 王存叶眼神一凝 身体扑了上去 双方交错 见光一闪 两个还持着弩工的人 顿时惨叫 跌了出去 交错后立定 只见来的有十五人左右 有五个服装各衣 别的 十个都是统一的 一身黑衣 王存叶落在地上 眼神扫过这些人 这时马匹车夫 也横死 血流了一地 唯有带着热气的尸体 还在不断地抽搐 黑衣人迅速组成两个刀阵 直扑上来 诗人显示连成刀阵 雷霆一样 洒出一片刀光 王存叶哼的一声 身影向下一沉 凭空消失 下一瞬间 剑光出现在一处刀阵之中 只听扑扑两声 两个黑衣人发出的惨叫 几乎同时 冷不为身影突到 一剑背后一次 却是剑气长红 王存叶反手一剑 击在自来的长剑之上 只听扑的一声交响 交错盘旋 闪略交叉 两剑连连交战 再过一瞬间 王存叶身影显出 落到了远一点的地点 只见道袍下摆 裂了一条三寸长的裂缝 可以看到里面的内甲 余下的三个黑衣人的惨叫 扑在地上 顿时毙命 这小子武功不错 还穿着内甲 邓武超目光凝重 却是判断出来 此子武功和自己相当 却比秦赵 追敏 冷不微 要高出一线 只是身着内甲 却多了保障 此子果不是武林中人 更有着官府和军队的作风 一起上 上 邓武超高喊着 几乎同时 余下的一座黑衣人 扑了上去 刀光飞闪 蕴含了杀戒 让人胆烦 这些人都是轻衣格 厮杀出来的精锐 现在却只要正面牵制着王存叶 余下五个高手 就可把王存叶扑杀 王存叶眼见五人刀阵滚来 后面五人 急需着力量扑来 冷笑一声 合身扑了上去 就在交错的一瞬间 咻的一声 空中猛地出现一个古转 波纹一闪 顿时演化出天地日月运转 让这些黑衣人顿时停滞 动作缓慢 不好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剑光连闪 黑衣人眼睁睁地看着长剑 在自己心脏上一点 震了一下 扑扑两声 顿时横尸舞剧 血液纷纷流出 染红了这片大地 张明远剑子眼神一鸣 沉声说着 糟了 此人武功和我们相当 却还能使得到处 快一起动手 冷不为身影一动 剑光一闪 他是四大党子中最年轻的一个 剑法和心性都很多 这时闷声不响地扑来袭杀 就在这时 突一声异响 顿时雪地上金光一闪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只见后面心死的两个黑衣人尸体 突猛地跳起 眼中空洞 毫无感情 合身扑上 扑向了 冷不微 冷不微大惊 身体奋力翻去 反手一剑 只听扑的一声 一个尸体就被他冻穿了心脏 但是这尸体 单手握住长剑 死死抓住 冷不微剑子 猛地手一松 向后击退 王存叶身子一闪 一剑点去 冷不微必无所必 大叫一声 跌了出去 眉心一点红痕 丝丝鲜血 自蹊跷里流出 却立刻毙命 妖刀 你居然使用妖法 追鸣眼见王存叶 驱使尸体 杀了冷不微 顿时又惊又惧 刀光直扑而上 刹那间刀剑 互相击了七次 只要拖得一息 三人上来 就可围杀之 一只尸体 却猛地扑上去 丝毫不畏惧 眼前的刀光 只见追鸣 刀光一闪 这尸体立刻被斩成几段 鲜血飞溅而出 就在这时 寒芒一闪 长剑穿弱 自胸口带出一捧血雨 尽力和时间无懈可击 追鸣长声嘶叫 血如泉涌 喷泊而出 铺跌在雪地上 顿时毙命 邓无超见了这景 悲笑一声 追鸣 王存叶听了这话 眼中寒光闪动 我倒是谁 原来是清衣阁四位大人 道 久仰久仰 说着久仰 王存叶后退几步 一声秘咒 顿时地上 才死不久的 冷不危和追鸣 连同十个尸体 一起起身 毛子透着金光 直冲鱼下的三人 妖刀 你真该死 眼见着 才死的兄弟 被这妖刀驱法跳出来 邓无超顿时 眼中通红一片 怒火冲脑而上 胸膛急于炸裂 当下身子一驱 人就化成一个小球 自尸体中穿了过去 王存叶 剑化金光 直刺而下 刀剑相交 轰的一声 王存叶只感觉到 对方的内息 汹涌而来 有着无坚不摧的感觉 论内力 时是比自己 还要高的一层 要是普通不折 必吐出一口血不可 只是王存叶 并非是五人 只见龟壳 稍取一动 攻注的内息 顿时翻转 倒流而去 邓无超顿时 只觉得自己的内息 带着一股剑气 疯狂反转过来 却是受不住 当下运转心法 将这股内息转化 喷出一口鲜血 倒退而去 王存叶眸子绿光一闪 喝着 震慑 空中猛地出现 一个古转 波纹一闪 顿时演化出天地日月 阵阵波纹垂垂而下 邓无超只觉得 全身契机都全部停滞 当下奋起全力 怒吼一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anners